大家好 高加索战争进行到第四天 就是纳卡战争 那我说一下相关第四天的战果 还有双方的情况 阿塞拜疆方面 现在与亚美尼亚进行阵地战 双方只要是炮击 另外也使用无人机 对敌方阵机进行攻击 那么在使用文机情况下 阿塞拜疆的无人机 现在是占优势的 而亚美尼亚只能疲于应付 那么以色列出售给阿塞拜疆的无人机 和土耳其最新的TBR 都现在出现在战场上 就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无人机 对阿塞拜疆的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很多视频都漏水了 就是那种直接用无人机 从天上导弹打 拍摄的 就是无人机的 那么现在看呢 亚美尼亚这个空中力量 还没有扭转局面 就是亚美尼亚这个空军太弱 亚美尼亚空军弱到什么程度 现在最新的消息说 亚美尼亚有两架苏25坠山 撞山了 这是亚美尼亚这个外交 总统外交事务助理说的 他说两架亚美尼亚苏25战机撞到了山上 并发生了爆炸 那我看了一下现场的照片 我给大家这个把照片放到哪放到封面上了 撞山的确实是苏25 坠毁的这个是苏25 那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有一行这个杰克斯洛伐克语的名文 那这个名文就证实了 这个飞机确实属于亚美尼亚 而且是最新的 最新的应该是照片 不是以前的照片 所以就证实了 确实是最近战争时候坠毁的 为什么呢 2004年的时候 亚美尼亚从斯洛伐克购买过一批 苏25 所以你看啊 这个战机上名文 上面有斯洛伐克语 2004年买过来的 那么这个死者的姓名也被公开了 这个飞行员叫瓦列里达内林 瓦列里达内林 我还觉得 这个阿塞拜疆啊 这个空中优势一直啊 我觉得压制了 亚美尼亚 你可以看啊 亚美尼亚就这几个攻击机 苏25 要么就被 要么什么 被F16 土耳其F16击毁 要么自己撞山 你说亚美尼亚这个空军 你这个战争有时候一个国家吧 一旦打仗 你就看出实力了 这苏25 你说打无人机都打不了 自己往山上撞啊 就可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啊 就亚美尼亚这个训练啊 嗯 那么现在看啊 呃 昨天亚美尼亚击落了三架无人机啊 侦察无人机 应该是小型那种啊 大型的还打不到 还有两架叫N2啊 N2是这种遥控的飞机 遥控的飞机改装的 改装型遥控 那么 亚美尼亚呢 现在有六辆坦克被击毁啊 今天的战斗啊 六辆坦克被击毁 那么一辆是报废了啊 并摧毁了三架BM-21啊 这个应该是一种炮啊 BM-21炮 另外呢 士兵的死亡20名 亚美尼亚士兵今天死亡啊 有多人重伤 目前啊 现在重伤人数不强 我觉得还会增加20人以上 你看看这每天啊 每天都是几十人几十人 第一天是84人 第二天是80人 今天是20多人 震地战了吗 不用死那么多了 我之前给大家放过那个 阿塞拜疆冲击亚美尼亚那个 冲击亚美尼亚那个哨所的 那个视频啊 我会放到下方 你自己看看那个惨烈的景象 一车一车尸体往回运 一车一车的 非常恐怖 我把链接放到下方 非常恐怖 他冲上那个哨所以后 那个无人机在天上打他 在天上打 就直接瞄准的 那些人 你看那些视频一个个的 对吧 全暴露了 全暴露 然后就 就当你面就这么被扫射 就这么死了 最后尸体被 被拉回一个卡车 四仰八叉的 躺着 我看的视频 我看的真是 这战争啊 大家想想啊 很残酷的 现在几乎你的死亡都被直播了 那天上的无人机 全程给你 全程给你录下来 全程给你直播 另外啊 你怎么被打死的 都能给你拍下来 而且啊 你可以看 远处山上是有枪往这边打的 但是他们也得冒着枪林弹雨 往山上冲锋 我把这个视频放下方了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但是记住啊 很血腥 你要是没心理 承受能力不要看 我呢 放到另一个频道 我那个空降 我不是空降屏 是那个自我频道 因为自我频道 现在上传一些 像这种战争视频 不受管制 还可以上传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有时候真实是一种力量 真实是非常有力量 我就喜欢看一种 有力量的东西 哎呀 二是人呢 这都是人命啊 那阿萨拜江现在是密集轰炸这个纳卡当地的阵地啊 陆军阵地 所以双方还在炮击 另外用无人机攻击对方的这个防守啊 使用加农炮啊 阿萨拜江的这个步兵还有装甲车啊 今天被记录啊 进行过几次冲锋 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夺取了自己啊 想要夺取的那个控制点 因为冲锋嘛 坦克和人要冲锋 如果成功了就占据那个位置 没成功就退回来 现在没有报道 没有吧 前线现在消息啊 很多这个双方都是保密的啊 你现在的看都是前两天的视频了 那阿萨拜江还在试图突破这个亚门亚的防御 在此过程中啊 被击毁了几辆装甲车 就是坦克被击毁了 今天还是有多辆坦克被击毁 现在数目不小 那这就是今天的战斗啊 今天整个战斗情况 第四天了啊 第四天 我觉得伤亡最大的应该还是阿萨拜江 阿萨拜江一直不愿意公布自己伤亡数字 阿萨拜江对这三天啊 这到今天第四天都保密 我现在啊 我跟大家说啊 从我了解的情况 阿萨拜江的死亡人数应该上千了 应该上千人了 第一天那个死亡人数最大 为什么 没准备啊 我跟大家讲了吧 他进攻计划都被亚美尼亚得到了 所以人亚美尼亚在你来的路线上都买好了 反坦克地雷了 你来吧 你来你就炸 所以你看这个战争啊 是非常残酷的 知道你要来 知道你那些士兵来着就送死的 多残酷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打了这么多天啊 死了上千人了 但是阿萨拜江一定还是要打的 因为他就要收回这个纳卡地区嘛 那么亚美尼亚的总理啊 也发表了讲话 今天啊 他说什么 他说亚美尼亚一贯愿意和平解决卡拉巴赫问题 但不意味着愿意国家安全和卡拉巴赫的安全为代价解决问题啊 帕尼西洋是亚美尼亚总理啊 那他还说亚美尼亚未考虑维和人员进入卡拉巴赫冲突的问题啊 呃 我们不在啊 不在这个 维和人员进入卡拉巴赫这个问题啊 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内 就是他是跟记者答的 那就是说明什么 他这个亚美尼亚总理并不希望外国啊 外国军事实力 进入到亚美尼亚来干预这次活动啊 但是现在我了解呢 亚美尼亚有大量的这个 志愿军进来了 什么志愿军呢 就是 东正教徒啊 啊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最多的是 埃沙尼亚啊 埃沙尼亚那边 大量的这种东正教徒 埃沙尼亚有很多啊 另外还有一些俄罗斯乌克兰 反正东正教的 这现在看来逐渐向宗教战争去了 这些人的都是老兵啊 他们都是老兵啊 他们 曾经在各国的军队服役 帝国甚至有在北约国家 但是他现在因为这个宗教问题啊支持啊 亚美尼亚 所以他叫亚美尼亚这边来参军来了 很多 那俄军现在没有进入 但是呢志愿军可以进入志愿军现在有些志愿军进去以后 有一些 服务 有一些也在前线作战 那就是可以说啊 其实亚美尼亚并不希望 别国政府啊 政府或者是别国军队进入 但是呢 可以允许一部分志愿军进入 这些都是灰色的 那亚美尼亚总理啊 叫帕西尼扬啊 把矛头也指向土耳其啊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驻扎在阿塞拜疆境内的土耳其军人正在指挥有关军事行动 此外安卡拉也正在找寻借口进驻啊 阿塞拜疆西部边疆啊 叫纳西切万 你从地图上其实可以看到啊 阿塞拜疆有块飞地啊 与土耳其和伊朗这边接着 那中间啊正好 把这个阿塞拜疆切开 你记住把阿塞拜疆切开 那就是说切割了阿塞拜疆 如果土耳其军队进入到这个 纳西切万地区 那也就是说 整个亚美尼亚 被这个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包围了 紧接这个亚美尼亚总理说啊 我们得到的信息表明 土耳其 正在为更加广泛的参与这场战争寻找借口 根据我们的信息啊 他们正在寻找将军队派网啊 纳西切万的理由 有消息说 部分土耳其军队已经驻扎在那里了 那这是 未经证实也是 但是他 还是把消息放回了 所以咱们现在也可以想一想啊 如果土耳其军队左右 对吧 夹攻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其实是 没办法阻挡的 那帕尼西洋接着说啊 土耳其军队自8月以来一直驻大在阿塞拜疆啊 他们也已经开始联合演习 那这场战争的开始啊 就是他们军事演习的延续 帕尼西洋称啊 国际社会必须强烈谴责侵略性的行动 与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 谴责土耳其的行动并要求土耳其离开该地区 他称啊 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 扩大战争规模 不过对于亚美尼亚方面的指控啊 阿塞拜疆总理阿里耶夫当天 否认土耳其卷入啊 阿里耶夫在29号 他说我在此声明 土耳其不是冲突的地方绝不会参与冲突 没有必要 他说没必要 他实力够 我阿塞拜疆实力够 不需要土耳其 那你现在我觉得阿塞拜疆实力不够啊 现在看已经拉锯战了打成阵地战了 本来是闪电战让你打成阵地战 阵地战是消耗战 阿塞拜疆你看了阿塞拜疆也不行 就有时候看这个小国家 就是高加索的小国家打仗 你会觉得很有趣啊 看着都实力挺强的 可厉害了 亚美尼亚的空军也是 打无人机都打不下来 苏二五啊 那是有人飞机啊 自己撞山了 我的妈呀 根本你们是训练训练的飞行员训练可能都不行 而这个阿塞拜疆你说你闪电战闪电战你只有计划你是进攻防 闪电战怎么样第一天让人 全接 你看那坦克啊 人全给你接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小国家打仗真的啊 闪电战打成了拉锯战 最后怎么样呢 土耳其急呀 土耳其说这要搁我上去早拿下了 这阿塞拜疆军队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这也不怪你这小国家的军队怎么可能啊 哎呀 对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联合国在29号也召开这个 发布会啊 呼吁他们两方停火啊 说进行有意义谈判 现在阿塞拜疆绝对不同意啊 你坐下来谈判那阿塞拜疆成什么了 阿塞拜疆成什么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冲突还会继续啊还会继续 土耳其能不能加入啊就得看阿塞拜疆给不给力啊 如果阿塞拜疆这个这两天 发动一轮猛攻 对吧 今天可能还是阳攻啊 过两天发动一个总攻 那真能拿下 那有可能 土耳其不出兵 但是土耳其总统说了 如果不解决那卡地区问题 我们不会收手 所以土耳其现在其实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到底谁想在这 谁想在这打 你后面你就看明白 土耳其想打 而土耳其呢 本来想让阿塞拜疆当伪军你们上 结果这伪军不给力打不下来呀 那土耳其干脆我上 土耳其现在正在找借口参战的啊 所以亚美尼亚现在也是 也是 第1准备准备志愿军 第2呢 也准备 就是独联体那些 叫联 叫 共同啊 共同防御安全条约嘛 就独联体 俄罗斯也出兵 所以双方呢 都在等一个 等一个 时机 我觉得都在等一个时机 或者借口 如果后续土耳其出兵了 看阿塞拜疆确实笨 你说你这么拿都拿不下来 这么打 打闪击战 打城镇地战 干脆我上吧 土耳其出兵了 很可能后续就俄罗斯也上了 可能这个地区变成大国竞争了 那可能整个亚美尼亚也会被卷入啊 亚美尼亚这个国家有没有都是 但我相信啊 俄罗斯还有这些 东正教的这些国家 一定不能 不能让这事发生啊 哎呀 看完这个战争啊 今天要睡觉之前 给你讲讲 这是今天啊 一天 咱们在这细说也就行了 但是真正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我希望你从我下边给你放那个视频啊 我希望你看一看战争的残酷 咱们也就细说 领土问题包括战争不能清延战争 但是战争一旦爆发 越快解决战争 越快结束战争 其实啊 对双方都是有好处